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圈子小道 只要电话响起 就能猜出是谁的来电 很简单的一句话 就像原本是以朦胧的我 瞬间被触动了心弦 人都是害怕孤独 渴望清静的 所以 我们才需要计交朋友 需要想方设法地扩大社交圈 然而很遗憾的是 朋友的数量并不会跟时间的积累成正比 恰恰相反 越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阅历的增加 离开的朋友只会越多 我们那么费尽心思地想要摆脱孤独 现实却在某一天为你揭开真相 告诉你 有情是有限期限 大部分的人都只能与你在人生的某个路口相遇 陪你走上一段路程罢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中 你一定也曾无奈地追问过为什么 但是坚久了 你终会释然 因为你开始明白 这真的是无法勉强的事 人是会变的 不是朋友变了 就是你变了 当两个人目标不同 没有了共同言语 走着走着也就散了 最重要的是 到了一定年龄 你已经不会再像年轻时那样 为了留住谁而委屈自己 成年的时间有限 精力有限 能够认真应对的人与事也有限 所以 每段关系的终结 其实都是两个人不约而同所做的选择 正如有句话所说 社交默契是什么呢 是改天一起吃饭 却不再约定具体的日期 是待在各自的朋友圈里 却从此沉默到底 当然有不舍 但权衡之下 你会发现 与其要去刻意维护一段 若即若离的关系 不如干脆就独自一人 反而来得更自在一些 那就这样吧 没有刻意要疏远谁 只是自然而然地 就会想把圈子慢慢减小 把关系慢慢变简单 这就是成年人的友情观 知乎上有个提问 老朋友越来越少怎么办 有人回答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的身边都是老朋友 那说明你还停在原地 没有进步 听起来有点残酷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只有是现实 曾经有过交际的一群人 随着经历的改变 以及各自努力程度的不同 会走向不同的方向 如果你成长得比别人快 那慢慢你的生活圈 就必然发生变化 以前的人会和你越来越 无话可聊 同样 如果你的朋友走在了你的前面 那他想要携手前行的人 往往也不会再是你 当然 这并不是说 世上就不存在 能够共同进步的友情 像数学家严宁 和他彼此引以为傲的闺蜜 李宜诺 像贾琳和他一路相互成就的铁搭档 张小斐 都是足够优秀 又能够保持并肩前行的真朋友 可是 这样的概率终究是太小了 遇得到是幸运 失去了 已实属常态 在成长路上 优秀有时候就意味着孤独 并且 当你优秀到极致的时候 能和你有相同认知 与追求的人 一定会越来越少 明白并接受了这一点 是人生走向强大的开始 因为 这意味着 你具备了认清现实的能力 更明确 自己所想要的是什么 以及该如何去得到 人固然要念旧情 但与之相比 自己的人生更重要 频频回头的人 走不了远路 你要去的地方 是更高更远处 在那里 只有志同道合者 才能陪你看动 同一片风景 说到底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久逢之己千杯少 是美好的期待 然而在现实中 却多是 话不透极半句多的无奈 既然如此 没有朋友的时候 顺其自然就好 不必自我怀疑 学会享受孤独 去和书本和知识 和自己交朋友 才是正道 等到拥有了独处的能力 再去交朋友 你会发现 朋友只是人生的井上添花 有很好 没有也没关系 因为他人的来何去 都不会影响你 做最闪耀的自己 人为什么越长大越孤单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年轻的时候 我们通常只是为了交朋友 而交朋友 并不太具备 选择和分辨朋友的能力 更多的就是求一种认同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合群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行至日渐成熟以后 你对朋友的定义 就越来越清晰 也越来越明白 什么样的朋友 才是适合自己的 人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时间和阅历就是友情 最好的过滤器 会为我们筛选出真正的友情 失去的固然可惜 但也正因为如此 能被留下的才是更为可贵 还是喜欢这样一段话 到了一定年龄 就别去奢望所有人 都能和你方向一致了 也别指望任何人 都能和你比肩同行 陪你走到最后了 这条路太多的站台了 走着走着也就悄然作别了 那些告别的人 失去的人当然在乎了 怎么可能不在乎呢 但是更在乎的是 留下的是谁 还能留多久 当朋友变得越来越少 既是成长必然的结果 也是生活在提醒我们 要好好感谢 那些陪伴在身边的人 他们是时光的厚增 生命的礼物 是你的福报 也是你的运气 正所谓千金不易得 知己更难求 行走人时 遇见的人再多 也抵不过一个 始终知你懂你 与你肝胆相照的 真朋友 若能得一二 此生足矣 失去的都是风景 留下的才是人生 我们要做的是用心珍惜 别辜负朋友的一番真情 要记得 好的关系源于尊重 始于欣赏 终于人品 只有彼此既旗鼓相当 又信心相惜 才能让情谊 维持得更长久 真正的朋友 一定会越来越少 但别遗憾 别强求 因为留下的 都是珍宝 往后岁月 愿意 有遇见知己的运气 更有 成就自我的能力 好了 这就是今晚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文章 记得在文末 给我们点个赞看 最后祝各位晚安 好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